最新消息,2022年全球最强劲服装品牌前前10名发布,李宁成功跻身于一众世界名牌中,位列第九,是中国唯一上榜品牌,也是中国服装第一次入选全球服装品牌前10强,李宁是2021年全球服装增长最快的品牌,肖战另外一个代言品牌估起位列第3,从2021年肖战代言李宁的品牌, 这一年多的时间,肖战以超强的带动力和国际影响力,助力李宁蓬勃发展,对李宁品牌的宣发功不可没,在2020年的时候,李宁的年终报告显示,李宁的收入下降了1%,在肖战代言李宁后,市值不到半日增超90亿,2021年上半年,集团的业绩报告显示,集团净利率大幅度上涨,是四大国潮品牌当中增长最快的,肖战作为李宁运动潮流产品代言人, 不仅对他代言的支线,起到了到了全面推广的作用,对整个李宁品牌的大众认知度,都有很大的作用,记得在2021年官宣肖战为李宁代言人的当天,李宁官宣肖战这一词条,就直接以报的姿态登上热搜榜,品牌官宣代言人,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, 但是,达到爆的状态就非同一般了,肖战瞬间由全网潮,变成了全网眼红极度恨的对象,肖战,作为国内声量最高的明星艺人,自带百万宣发的热度,肖战就是有着这样神奇的魔力,当你认为他跌入谷底,万劫不复的时候,他却能前膝魔力自己,一飞冲天,更胜从前,你认为他走进人生暗像,别无出路的时候, 他却打造出山虫水腹已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尊的人生奇景,中国的肖战,中国的李宁,都是我们的骄傲,希望更好的肖战,带着更好的李宁,开启更多的奇迹,如肖战对自己的期许一样,破界跨界闯世界,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认识到我们中国优秀的艺人,我们中国优秀的品牌,世界的肖战,世界的李宁,就是我们的期许。